今天AT国股推介,第一个是金沙的1928 花旗上星期报告表示,从行业渠道了解 澳门9月10日的赌收大约43亿澳门元 日军赌收大约4亿3千万元 较8月份,最后11日的日军赌收大约5亿5千万元,低了两成 花旗认为日军赌收放缓可能受到期内超强台风和暴雨的影响 并且维持9月赌收150亿元的预测 另外,十一黄金周张志,澳门日报早前报道 澳门今年调整了国际烟花比赛会演日期 以覆盖整个国庆黄金周 有酒店业界人士预计,客量的高峰期是中秋节后一至两天 目前已由旅客提早预定9月30日和10月1日的酒店房 房价和暑假相约,估计今个国庆黄金周随时会爆满 业务復甦,政债务减少,已可以提升金沙恢复派息的机会 加上同业银鱼早在8月份中期业绩当中宣布恢复派息 市场将金沙恢复派息的预期,由中期业绩公布前预期2024年度才恢复派息 提早预期到2023年度会派发股息 每股末期息是0.008美元 投资者不妨等25元的水平吸纳 初目目标是看30元,跌穿22元就适宜指洩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信誉光学2382 公司最近两年基本面表现确实信息 同时股价表现亦跟足,没有半点连矣 不过投资者可视现时为长线部署的时机 原因包括消费电子近期开始由华为掀起了换机热潮 第二是信誉的业务当中,客游客户来自汽车行业的比例增加 根据Counterpoint数据,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会下降6% 但IDC预测,今年第三季,手机和相关元件过剩库存将会消除 近日市场最关注的是华为回归智能手机市场 除了市场热化的芯片之外 消费者肯换机,亦是触动消费电子复苏最核心的元素 另外车载业务方面,2023年上半年车载相关业务的收入 按年增加了43% 车载镜头的出货量按年增加了25% 现时市场普遍将车载业务的估值作为信与现时估值的最大贡献来源 因为汽车电动化的进程顺利和未来自动驾驶的进度陆续加快 对于车载镜头数量需求增加,车载业务估值较手机业务高是新常态 信与现时股价已经反映了本轮消费电子周期所影响的收入推势 按分部估值法计算,车载镜头已成为整体估值最大影响因素 下一阶段,反而要密切留意内地新能源汽车销量和自动驾驶方面的发展进程 手机虽然仍然占收入比重较大,但对估值影响会逐步减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